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担任爱心大事的明星 编导精心策划一次采访 这些什么 没有主持人吗 栏目组驾车 来到了接受过爱心包裹帮助的 赤城县样田乡中心小学 准备为孩子们送上一份惊喜 也给苏友鹏献上一份礼物 来 准备 大家不要说话了 3 2 1 开始 大家喜欢爱心包裹吗 喜欢 我最喜欢包裹里的橡皮泥 最喜欢里面的水杯 想不想跟苏友鹏哥哥对话 想 好 那我们现在哪个同学有问题想问 举手 苏友鹏哥哥下次会亲自来给我们送礼物吗 我希望今天可以有时间 我很希望去看看小朋友们 苏友鹏哥哥小时候逃过学吗 六年级的时候 试图跟班里面的比较爱玩的学生吧 我们翻过一次墙 苏友鹏哥哥小时候考过前三名吗 这不是我吹牛的 几乎没有不是第一名过 苏友鹏哥哥小时候没有超过别人的作业 没有 小时候还真没有 后来参加小舞队以后 因为那个工作太忙了 大学的时候有 苏友鹏哥哥我可以送你一幅画吗 因为我想我想把这幅画送给苏友鹏哥哥 让他永远都平安有福气 谢谢 有没有想跟小朋友说的话 首先要谢谢光影星播客 那因为光影星播客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跟这个爱心包裹这个项目结缘了这么多年 那大家也看到了小朋友们是非常的纯朴自然的 而且当他收到我们大家的关爱之后 他们其实也会有很多很直接的感激之情 还有他们的开心都是写在脸上的 我希望这个项目可以继续做下去 然后我也希望有时间 我要亲自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朋友 宁葨 farm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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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sait 566社 大世界 5